其实很简单,可能压力,有个皮肤病叫玫瑰在瘡 也有四年时间,之前一直都医不好 但两年多之前,其实我迅速十多二十年 但一直在信用经历里面都很平淡 我的信仰就好像在知识上,开始未入心 好像在我的经验中是知识上 直至两年多前,开始认真地想我的信仰 接受一些意志,平均了 但还是未完全,特别是转天气,我就会翻发 现在也有点红,很红,不太癢,有刺痛的感觉 不会令你死亡,但会令你很不舒服 而且在别人的眼中好像很奇怪 我觉得自己也很失去自信心 最惨是很敏感 查什么都很痛,很痕 痕这件事也很困扰 查什么都不行 也都沉访了很多医生 最近有位姊妹说,不如你看看二牧师 上来再认识多些,特别是圣灵的工作 刚才有位姊妹上来我祈祷 敬拜的时候,已经深深受到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因高,觉得很舒服 整身都很远,开始很轻松,很轻散了 因为我工作都很紧张,有点紧张 我自己觉得很紧张,很急忙 但当中很舒服,全身好像很远,很释放 上次也有一种感觉,但上次没有那么强烈 上次,牧师为我祈祷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在臉上 牧师已经祈祷了,我已经觉得我的臉上有点热的感觉 就是有点热的感觉 这次只会未开声,我已经躺下了 接着二牧师再为我祈祷的时候 我听到他说,希望我得到医治和圣灵 充满我,敲灌我,可以得释放,特别是我忧伤的灵 因为我里面也有点压力 可能以前妈妈的压力,或者自己自身的压力 家庭压力,工作压力 但是叶牧师帮我释放了我的灵 我又再第二次怨下来,还有流泪 流泪我觉得是,感觉上是 神是释放了我忧伤的灵 似给我一个再重生起落的灵 但是我追求的,我知道是 我不是叶牧师,我追求的是 我上一位肝 God is very powerful,真是很 powerful 我觉得是很奇妙的带领 令我再次回到神那里 确认我的信仰和圣灵 真是和我同在 当然不是每天都追求这些 倒下来,或者圆下来的 但的确实,神是我们当中 和神是很 easy 第一次完结之后 我回到那几天真是明显 因为之前那几天都开始 相对严重了一点 但回到那两天真是很平滑 很平滑,又不太行 不惜是减少了 但今天再次 而牧师再为我 刚才讨告这字软下来的时候 真是感到我的臉上 还有一次很生气 真的很生气 我相信神是会继续医治我 牧师就跟我说 你要保持这字是如何呢 是要每天的祷告 每天在靠近神 还有他说 要每天的亲近神 你要经常去想起神 我学习当中 虽然我信了这么久 但我仍然会学习 我要多些想起神 我会多些赞给神 经常想起神 多谢你,多谢你 我觉得这样 神又会给我一些经文 藉着祷告、祈祷和读经 我又会再次回到神那里 记起神对我的说话 不要气馁 一天的难处一天 当足够你这些 还有神是不会轻看我 我觉得自己会更加充满力量 还有有神多同在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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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